说起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伦多 就不能不谈到九富盛名的愚人村社区 它的历史可追溯到二百多年前 甚至比多伦多还要古老 公元1794年 德国裔移民威廉·布尔森率领64个德裔家庭 首先定居至今日大多伦多地区万锦市的愚人村 如今愚人村内就有这样的标志为证 到了1830年 大批爱尔兰裔、苏格兰裔和法裔家庭移居加拿大 当中不少人选择到万锦定居 万锦市内有多条溪流 军民们也及水流之力 开始兴建水利巨木场和古物墨房 随着多伦多在二次事业大战后的迅速发展 城市开始向北延伸 令包括今日万锦在内的外围郊区进一步都市化 加之 加拿大著名画家七人组 部分定居由里面 使得小镇更加声名远播 今日的愚人村社区 不仅以其特有的欧洲风情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被称为大多伦多地区著名的历史文化保护区 而且因为比邻万锦市中心区 而散发着生动的时代气息 这一切造就了愚人村社区独一无二的魅力 今日的愚人村社区位于多伦多市北侧 万锦市中心 南起海维7北至16街 西起Rodic Road 东至Kennedy Road东侧的河谷 由于愚人村社区地理位置的独特与优越 居于该社区 既可欣赏充满欧洲风情的古老街道和建筑 又能享受现代生活的繁华与便利 愚人村社区内的主街Main Street上 精品店林立 图书馆 画廊 滑冰俱乐部等休闲设施丰富 社区内一年四季都有精彩分成的文化活动 夏季的露天电影晚会 宵夏音乐会 Univill Festival Jazz Festival 历史文化节等等 将优秀的历史文化很好的传承至今 也正因为如此 愚人村以其独特的魅力 每年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 被列为多伦多旅游经典像 更称为婚纱照电影外景地拍摄的首选场所 环境优美的突固胖判称为多伦多北部最近的原生太湖泊 为渊村社区内的居民提供了户外休闲锻炼的绝佳场所 清晨或黄昆 到突固湖边散步 看渔香浅顶 野鸭密石 夏秋之际 木桥两色 看芦花飞雪 翠湖两岸 红风如火 说起渔人村社区内的学校 更是个个顶尖优秀 小学有常年稳居安省第一的威廉·伯西小学 从四至八年级都有天才班课程Gift Program 建校历史长达一百八十余年的Univill小学 一直以来都是当地白人家庭的首选 而被评为加拿大全国十家小学的Coldell小学 拥有室内滑艇俱乐部 圣扎斯汀天主教小学 设有法语等特色课程 Parkville小学校内设施齐全 注重三A教育 常年在安省名列前方 社区高中则是鼎鼎有名的Univill High School 它也是约克郡艺术类课程定点设置学校 在七号公路和沃尔顿大街交叉的位置 是万锦市市政府所在地和市中心规划区 已建成的商业设施也集中在这一交叉路口 银行 超市电器商店 快餐店 中餐店 邮局 学习中心 诊所等应有境 摩托罗拉 爱比埃姆 中国华为等也都将总部设立于此 目前中心区的部分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兴建之中 不远的将来 Univill社区必将呈现出更加繁荣的景象 Univill社区内的房地产市场 以独立坊为主 社区内主干县Village Parkway和卡尔同路交界处 有四片townhouse 售价在四十多万至五十万左右 虽然房领较长 但是因为所在位置属于排名第一的Villiam Bercy小区 因此深受中国家庭的欢迎 社区内Fox Glow街上 分布着唯一一片半独立屋 这里也是可以上Villiam Bercy小学的学区房 房价在六十万上下 Univill社区内绿树餐厅环境优美 有些临近公园的街道 都有Short Card通往湖边 使得这些街道上的房产更具价值 例如Pennock大街 就是Univill社区内最好的街道之一 而Biornwood街上的房产 也深受市场欢迎 Univill社区内 还有很多占地宽敞的平房或富式结构房产 占地宽度多在五十至七十尺 庭院优美 位置更加靠近主机 价格在七十六万至九十万左右不得 深受喜欢翻建和投资人士的欢迎 如今 徜徉在Univill社区 翻建房随处可建 拆掉旧房 在原址上翻建后的新房价值倍增 从中也可窥见该社区的魅力和吸引力 这一栋栋风格迥异的住宅 将为古老的Univill社区 注入新的风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集完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